各位法师各位同修 大家晚安 我们将有两个月 总共来讲 有两个月是七月 那么今天是第一个正七月的最后一天 就是地藏王菩萨的圣诞 以往在这么样子的一个最后一天 很多同盟都会跟我讲 他们松一口气 整个月的这个超度 临界的开放 他们松一口气 但是呢 在我们的明俗来讲 我们又今天做完 又接着又一个月 但是我们以七月正七月的做的活动为主 那今天是地藏王菩萨的圣诞 有一个师兄他做梦 他在前两天做梦 他梦到参加法会 梦到我在主持的法会 有十几个令牌 上面写的是五辱孤魂 等待着有缘者 发心者 来赞助 来供养 来替他们做超度的报名 功德主 那么他不知道什么意思 所以他问我 我说就很清楚了 就很清楚了 因为我们是七月的普度 那么这普度的法会 有这么多的冤亲在主 禅身灵 很多人都会报 属于我们自己的历代祖先 自己的王亲都会报 但是有太多人不懂得做 有这方面接触 受过这方面训练 有这方面教育观念的 他们知道 在一年当中的七月 所谓中国人的 这样子的一个超度的节庆 会懂得替他们 做这样子的一种引领 但很多很多人不知道 很多人不知道 也甚至认为死了就没有存在 灵魂没有存在 所以这一些灵 他就会看哪一方面 有这方面的活动 或这方面的因缘 他会靠近 他会需求 他会要求 所以这位师兄 这位师兄会做梦 梦到这样十几个 无主孤魂的这个令牌 等着人家去为他们来做 那每一个令牌 上面都密密麻麻的 很多无主孤魂 很多 所以呢 昨天我才会讲说 那不如这样子好了 他说他 帮他们做一个地藏殿的 安排位 无主孤魂的 那其他他就认为 他就是负责这一个 OK啦 那我就想说 OK那这样子我们就做 无主孤魂的这个 超度 给大家做这个功德主 令牌给他们 给他们插着 是这样子 所以呢 看起来好像好多同门都 懂得 跟他们结一份善因 非常好 告诉大家 附魔或是法会 你们写很多都是自己活着的 家人清卷 但是不要忘记 我们的小人怨敌 这一些小人怨敌的 冤敌在主 很重要 替他们也做一个功德 替他们也写一个附魔墓 这个附魔墓 现在大家都很容易 要哪一尊主尊 我们都有那个章可以盖 最重要后面 有那样子的一个祈愿 你写下 这个附魔墓的祈愿 清清楚楚 你就清清楚楚 不必写得密密麻麻 这一个人是做什么 现在目前你的祈愿是什么 就写这一个人就好了 他目前他的脚痛 希望他的脚痛 能够迅速赶快痊愈 赶快恢复 赶快正常走路 就是指定他这个问题 不要写得非常非常的广 非常的多 写得很清楚 好 你现在确实有什么样子的 一种小人破坏 二元那你也可以帮他写 你哪一个人特别 譬如说现在家人 哪一个比较合不来 特别写他 祈愿他跟你之间的怨气 心结能够化解退散 这个很重要 特别写 你要哪一个人特别去操身 特别去往生散处 有时候你特别放在你心上 搁在你心上的 你就特别以他为主 不必就牵连很多 有时候反而把所有的力量 集中在他身上 反而比较容易做事 就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所以你希望哪一个特别补福 哪一个特别习栽 哪一个特别争议 哪一个特别治病 哪一个特别怎么样 你就很清楚的 很清晰的 就他一个做 一个主角 不必带脸很多 这个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好像我自己本身 我赞助的一个功德主 并不是只有自己的家人 或是自己本身 我还回向给自己本身的这一些冤敌 这些小人 让他们有功德 让他们能够得到多一点的福分 他们心筐一解 比较不容易去计较 不容易去破坏 我们还帮他补福 这个很重要的 否则他就是缺福 缺德 缺光明 所以他无知 所以他怨气很多 他容易去计较 容易去打心结 容易搁在心上放不开 一个人如果大度大量 不容易去跟人家计较的 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们 真福 真光 真智慧 真很多方面的 他如果有这方面的资粮 他就不容易去算计他人 去计较他人 去怀怨怀怒 所以这个很重要 我们修行人要有这方面的心 这个叫做事无量心 不是就求自己 给自己福慧而已 还要给众生 他们也是众生 所以以后写的时候 多注意这一点 这样子你的 这样子的恶因 恶缘 这些破坏 就尽早赶快缩短时间讨报 尽早赶快化解怨气 这样子以后做起事情来 就比较顺畅 不会东煮西爱的 这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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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